下半年的两大变数 降息走势跟美国大选 目前降息走势已区域明朗 但美国大选已经到最后一个月的冲刺期 到底该怎么选产业才能把胜算提高呢? 别急别急 这集老牛趁着选前赶快帮大家来解析 不论两党谁获胜 网通基建仍有很高机会持续进行 而网通受惠股 老牛锁定三家私藏股 他们都拥有三大利多 联准会开启降息第一枪 降息的预期建立在景气复苏的前提 市场反应往好的方向发展 美股扶摇直上 台股跟随美股后面摇 总算站回季线观 自从8月初大量低点后 目前已打出第二只脚 本周有机会打出第三只脚 只要前波21000点位置没跌破 适当的回档 对股市都有正面效果 下半年的两大变数 降息走势跟美国大选 目前降息走势已区域明朗 但美国大选已经到最后一个月的冲刺期 而民主党及共和党的政策 都将攸关不同产业的趋势方向 问题是两党候选人民调落差看起来并不大 到底该怎么选产业才能把胜算提高呢 别急别急 这几老牛趁着选前赶快帮大家来解析 现在留言猜一下 川普跟贺锦丽谁会是下一任美国总统 根据民调网站数据 川普与贺锦丽的民调落差约在两个百分点之间 从拜登退选之后贺锦丽接棒 贺锦丽民调转为上扬 看到是出现黄金交叉 目前可是贺锦丽暂时领先川普 不过距离选举还有一个月 现在美国选情进入白乐化 谁胜谁负还很难说 我们先来看看两党的政策走向 若以川普当选来分析 之前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 对于暖化议题抱持怀疑态度 甚至还退出巴黎气候协定 当时更大力支持国内业油盐器的碳采 若这次当选 对于石化业肯定是最大力多 其次还有相当多的产业 包括金融业 数次要求降息刺激经济政策 军工业 对于盟国要求付出保护费 生技业 要求要价调降 加速FDA反锁规定 还有一个加密货币 都是川普喊出来的政策力多 如果是贺锦丽当选呢? 现任副总统贺锦丽 在拜登宣布退选后 美光灯聚焦后才有较多的曝光度 尤其是在电视辩论后 加深了大家对贺锦丽的意向 而市场猜测贺锦丽 多半延续于拜登的政策 与川普政策大相径庭 在全球气候偏迁下 比较偏向环境保护议题 所以对于再生能源 电动车产业则较为利多 对于各党所坚持的发展趋势 应该有些了解了吧 这样该如何压对保呢? 投资的前提是 把风险降到最小 将胜算拉到最高 如果两党候选人 目前民调仅为服差距 没办法笃定谁会胜选外 小孩子才做选择 老牛有撇步教你如何判断 这集的重点来咯 那么两党不管谁胜出 都找出能受惠的产业就好啦 话不多说 如果伙伴们还记得 老牛曾经有讲过 美国持续投入网通基础建设 尤其台系网通厂更是持续受惠股 不论两党谁获胜 网通基建仍有很高机会持续进行 而网通受惠股 老牛锁定三家私藏股 智邦 企机 智义 他们都拥有三大利多 第一大利多 选举行情 当美国总统大选来临 市场会高度关注候选人的政策方向 特别是在数位基础建设 与科技产业领域的承诺 近几年来 无论是共和党 还是民主党的候选人 都强调提升基础设施建设 尤其是在网路和通讯设备的升级 5G 宽频网络的扩展 以及物联网的加速发展都成为重点 这些都可能成为未来政府的投资重心 从而使相关的网通股受惠 第二大利多 财报基优 近年主要发达国家 加速低轨卫星与网路基础建设的布局 因应5G 甚至未来6G建设的必要政策 这些政策承诺意味着 未来数年内 政府可能会投入大量的资金 以支持这些关键领域的发展 尤其是美国现任总统拜登 曾在2021年 签署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 提供1.2兆美元资金改善各项基础设施 包括了互联网的应用 而这些硬体设备的需求 对于网通厂更是直接受惠的利多 可以看到 智邦 起机 致意 近5年的获利表现 维持逐年成长趋势 与一般电子股 2022年到2023年 受到升息压抑获利的表现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近5年的EPS表现 智邦 从8.91元成长是15.99元 成长率80% 起机 从3.76元成长是8.98元 成长率139% 智邦 从6.85元成长是10.98元 成长率60% 这三家公司的获利表现都非常亮眼 投资要安心报 千万别只做半套 记得继续看下去 才知道该如何判断哦 第三大利多 低基期 为何会说网通足低基期 主要与网通业的库存趋势循环 较其他电子业还要晚发生 因此今年的股价普遍也有回落的现象 所谓的低基期 指的是这些网通股的股价 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调整 像是起机 质易 股价跌破年线 而这些公司的基本面属于稳健的 并且长期成长的前景清晰 长线来说还是具有投资价值 所以当股价进入了低基期 才是一件好事 也是存股族提供逢低布局的机会 那么要如何判断三档网通股的位阶呢 一般的投资人只需要用本益笔来切录 但是要看的是本益笔合流图 将现在与过去一起做比较 所以老牛才说 透过本益笔合流图判断位阶较为合适 以智邦来说 他可是网通股王 目前的股价维持在年线以上相对有称 目前的本益笔为31倍 对于龙头股的本益笔总是来得比较高 与往年成长期相符 主要关键在年线是否能够持续支撑 作为股价趋势判断的依据 但是对于企迹来说 目前的股价跌到年线以下 本益笔已经是调回13倍左右 则明显回到相对低档区间 价值慢慢浮现 而另一档市场股 致意来说 股价同样回落年线以下 本益笔则是来到12倍左右 同样是回到12到16倍的区间地位阶 不过股价回落 后续关键是获利能不能提升 才是带动股价成长的关键因素 除了刚刚介绍过的近5年获利表现之外 未来的表现也很重要 老牛会透过骨骸老牛APP的法人预估值功能 找出业界法人平均的EPS预估趋势 快速整理各股的基本面状况 同样先以这帮来看 法人预期今年EPS为20.54元 获利达两个股本创新高 而未来的EPS仍然是逐年提升 若以2025年EPS25.56元来推算预估本益笔 约为20倍左右 明显小于目前的31倍 提供伙伴参考 第二档企基 法人预期今年EPS为7.85元 虽然较去年8.98元下滑 获利是衰退一成左右 不过随后呈现足底向上 股价自然也有机会逐步反应 以2025年预估EPS为9.45元 对照目前114元的股价来说 本益笔恰好是来到12倍 也是近几年的相对低档区间 第三档 致意 法人预期今年EPS为10.66元 同样是略低于去年10.98元的表现 不过2015年有机会提升至11.43元的历史新高 是法人平均预期今年下半年逐步转好的乐观数据 同样对照近期股价低点126元来说 本益笔甚至来到11倍 跌破相对低档区 如果你也想查询法人预估值 不妨先下载股海老牛APP 可以随时查询持股的资讯 不管是近5年的获利表现 还有本益笔恶标图 喜欢的话记得领取优惠 透过订阅就能够观看 再搭配法人动态预估值来辅助投资决策 还能同时开通APP与电脑版的使用权哦 PS老牛自己喜欢用电脑萤幕看 财报数据可以一目了然 这场美国总统大选带来不少难得一见的剧情 其中对于各党的政策走向 也为相关族群带来不确定性 老牛从美国大选角度 帮大家判断出未来政策走向 包括数位基建、5G网络 以及网络安全的重视 网通产业未来成长潜力巨大 尤其是在股价处于低基期的情况之下 投资人可以抓住选举所带来的市场调整机会 逢低布局具备长期发展优势的网通企业 以及在未来政策利多释放时 投资即可获得可观的回报 老牛整理今天影片重点 1.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仍有一段时间 未来是哪位候选人胜出 都还有非常多的变数 故投资人需要随时关注 及时选战情况以及民调 民调的变化将会影响股市的预期经理 进一步影响产业类股的走势 2.网通股今年由于库存趋化因素 影响获利表现 不过业界预期今年营运条件好转 明年有望恢复成长趋势 而股价也是双面认 通常会先逐步反映基本面的情况 而智邦 起基 智义 他们都是老牛失常的网通成长股 3.不过历年选举来看 无论是哪位参选人当选 短期表现不重要 该看的是长期政策走向 在选举议题结束之后 才会回归正常轨道 而今年联组会才刚采取了预防性的降息 在总体经济维持成长的状态下 台股仍有机会跟随美股向上走 今天老牛与你分享不少内容 除了网通股你压中哪一档 美国大选受惠股呢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哦 有耐心的人 在投资中会赢得更多 老牛准备了2024年最棒的礼物 古海老牛最新报警名单 不论你是刚开始理财的新手小白 还是希望进一步提升的投资老鸟 都能从中获得宝贵的投资见解 希望老牛的书能够成为 投资路上最佳伙伴 一起达成财富自由的目标 也欢迎伙伴们用力报警 成长股 定存股 金融股 还有ETF 老牛祝福你能 精选好股便宜买 安心报警稳稳赚 谢谢大家 今天老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啰 记得到古海老牛APP中领取终身优惠 古海老牛APP让你了解公司的营运模式 深入分析财务绩效 看完影片请你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啰 如果错过新影片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 无海老牛 无海老牛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